高雄市警方爆出了喝花酒的丑闻 四名园警因为接受高雄瑞丰夜市经营者的招待 喝花酒来委托瞧事情 瞧一些经营权的问题 结果被人用针孔偷拍侧路 同时向督察室来检举 经过查证之后 四名园警分别计小过一支 同时调职处分 警官喝花酒还被用针孔摄影机 测路成光碟检举 丑闻一出震惊高雄市警局 一共四名园警遭到寄过调职 原因是在上个月14号晚上四名园警 接到瑞丰夜市摊商 桥市经营权问题 招待到六合二路这家KTV和华酒 光碟内有针孔偷拍 还附上录音策录 左营分局一位诚信的同仁 三名一分取两位刑警同仁 谷三分取一位刑警的同仁 声音影像被清楚拍下 四名园警已涉足不当场所 被计小过一支 因为夜市摊商 行就经营者的纠纷 被卷入桥市风波 让警方颜面尽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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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